大家好,歡迎收看我的部落,我是大哥 過去在夏天,我就建議大家使用天幕加風扇 這是一個解決夏天炎熱的好辦法 但現在科技又在進步了 所以這次帶來了三款行動冷氣 200W、400W到600W 然後搭配一個客廳帳來做使用測試 看到你能不能夠讓你夏天涼涼快快的過一天呢 首先出廠的是ZOBZ Mark II 它的價格的話是29500 然後加上電池之後呢,是多13000變4200W 它的功率是240W 自燃量是2300BTU 重量是7.5公斤,入內測40公斤 首先注印下的溫度,目前是30度 然後再來就是客廳帳裡面的溫度 這邊是一個3x3的銀膠隔熱天幕 但是呢,裡面的溫度是39度 所以在封閉的銀膠的效果下呢,絕對不會比較好 原來就全封閉了 我們先把冷氣打開來吧 那因為它有內建電池,我們就先不插電 用內建電池來驅動 這邊測量是出風口的溫度 它顯示27度 到我這邊測量32度左右 現在外面的溫度呢 太陽直曬的溫度 46 10多分鐘過去了 出風口溫度呢 它寫25 那我們實際大概是26 現在過10分鐘 來看一下現在這張影子 正中間的溫度 我這邊測38 溫度計顯示40 好,我們現在1小時到了 現在樹蔭下32度 然後現在比較陰天的 陰天下的溫度36度 我們看看裡面喔 好,現在在陰天的情況下 樹風口的溫度 現在是25度 它把那個管子接到外面去了 在這邊看到有管子 冷風近熱風出 然後經過1個小時 這邊裡面的溫度是33度 在陰天的情況之下呢 比樹蔭下高了1度左右 還算是會涼 但是你想要到很涼 看起來不可能 我們來測試下一款吧 再來電台是EcoFordway 價格空機31 電池17500 底下是電池 這套是48500 然後電手量是108Wh 功率大概是DC410W 自燃量是4000BTU 本體重量17.5公斤 不含電池 好,我們來看一下現在外面幾度 現在樹蔭下的溫度是33度 35度 陽光下的溫度呢 40度 表面甚至有到50度 帳篷邊邊37度 帳篷內裡面椅子的溫度呢 35度 我們來開機 好,開了 這邊顯示 應該是目前的溫度 目標16度 好,這邊可以設定 然後下面這邊顯示 電量是滿的 我們來看看SFOCO溫度 好,現在10分鐘了 樹蔭下面的溫度呢 是33度 現在太陽又出來了 太陽下溫度計是45度了 現在裡面的溫度呢 還可以待 但是大概也36度 現在帳篷邊邊剩下37度 這應該是比較熱的地方 這應該是比較熱的地方 電量呢還可以用2小時 觸風口的溫度是20度 一個小時再來看吧 現在我們測試完一個小時了 靠近中午了 音量處理到了35度了 剛剛太陽直晒的地方也有34度 裡面的溫度的情況下的話 這個椅子處33度 帳篷邊邊37度 觸風口的溫度大概是14度多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點是要注意的是濕度 這邊濕度是57 這邊也是濕度是69 這裡面比較乾燥一點 因為冷氣的效果 所以這個冷氣剛剛外面44度 這邊可以降溫將近9度 那這是400W的測試 好,我們現在測試下一台 再來是第三台 功率最大的 Aton的大氣承營動冷氣 11900最便宜 但是功率到5600W 自燃量的6800BTU 但重量達到了驚人的21公斤 很大一台 差不多就是3倍重 3倍功率 3倍體積 我們來試試看行不行抵擋這個溫度 好,我們現在開機了 我們等一下4-5分鐘之後 再過來看裡面的情況 好,我們來看一下現在樹蔭的溫度 34度 這是陽光下的溫度 45.7 那我看裡面喔 裡面好像還可以喔,狗狗都在裡面睡覺了 首先裡面的上面 上面這邊37度 現在是椅子這個位置 有一點風吹到 現在是33度 不公佛的溫度大概最低到20度19度 好,我們現在正中午 從10點多4到現在測試快2點 然後這是三台冷氣的測試結果 測試結果呢,我把錶殼放在這邊 從這個錶殼上面呢 可以看到帳篷內溫度 都是大概位置在33度 但是你會覺得好像那是三台效能一樣 絕對不一樣 有個關鍵 陽光下的溫度 因為我們車時間中10點 一路測到是下午快1點多左右 所以呢其實陽光下的溫度是不一樣的 例如說我們在測陽光下的溫度呢 是36、43跟46度 所以我們要真正能夠判斷它效能 是用陽光下的溫差對決帳篷內溫度 所以當我們來測這台溫度的時候呢 降溫只降3度 陽光下36度 帳篷內33度 Ecoflow呢 陽光下測的時候43度 帳篷33度 降溫的10度 這台呢大氣承呢 陽光下46度 帳篷還是33度 所以降溫達到13度 所以降溫是3度 10度 13度 三台公率都不一樣 240W 410W 到560W 公率差不多差接近3倍左右 差不多123的比例 在這個3x3 隔熱營膠 幾乎封閉的客廳帳內 可以達到這個溫度 換句話說 其實這三個冷氣 就算到了5600W 幾乎是收費營地的插電上限了 陽光下封閉 都不及一個天幕 因為我們試過這三個溫度情況下 速暈都維持在32、34、34度 就是30幾度而已 所以跟帳篷內溫度是差不多的 所以陽光下搭天幕 或者找速暈吹風扇 必用冷氣有效 但是重點來了 如果今天是在一個夜晚 如果今天外面30度 裡面可以降溫一個10度變20度 因為是跟溫差有關 所以晚上或者入夜之後 我認為這個冷氣是會冷的 因為晚上呢 天幕下跟天幕外是一樣 因為都沒陽光嘛 所以重點在於 晚上應該是有效 車內會不會有效呢 我認為陽光下車內是有效 但車最麻煩是應該這個 排風管 這個才是最麻煩的地方 像我朋友要另外DIY一個門板 開兩個孔 剛好讓這兩個管可以出去 這個效果應該是好 再來講到的是大小 規格我放在下面 但是重點來了 我把它換算成容積 36公升大 66公升大 95公升大 三台差距也是很巨大 這兩台多加了電池 其實電池體積不大 但是重量重 像這個有多重呢 你要我比例的話 這張大概是一個插電冰箱的大小 這可能小一點 這個大概是一個小帳篷的大小 再價格 價格來說的話 其實這兩台 我覺得貴是因為它是DC 因為這個是插電 直接插AC電源 比較便宜 這兩個DC神電 但比較貴 但也因為DC 它可以直接外接電池 840W 1000W的電池 那到底可以用多久呢 240W的功率 840W小時的電池 所以全功率運轉 大概不到3小時 這個呢 410W的功率 連接呢 1000W小時左右的電池 所以大概也是兩個小時 多一點點左右 所以大概用一個下午嘛 不太可能 但是晚上呢 吹個3、5個小時 應該是有機會 因為晚上可能不會全功率運轉 再來是排水 這兩台都有排水孔 都必須排水 這台呢 可以不排水 它水會從風扇打出來 但是 治水量很多 前往之下呢 還是會需要排水的 所以排水可能需要 可能不需要 再來操作介面 就很簡單啦 就是一個顯示溫度嘛 這個介面多一點 還有手機APP可以連接 這供不到期權 外觀那不用說了 治療台很科幻很先進 這個就是家用產品啦 在價格 其實市面上的插電冷氣啊 不管是300W、500W、600W 像這樣子的AC插電的 其實大概都是1萬多塊啦 所以呢 就是因為大小不同 功率不同 所以我結論是300W 應該都不夠用 600W 可能陰天、黃昏、晚上 冥想可以 價格差不多 1萬多塊 你如果不打算接電池用 那其實治療台 不是你需要考慮的 因為呢 那你如果都要插電了 那你去買A7插電就可以 那你如果考慮不插電用 考慮放車內用 那其實這樣才是你要考慮的 但是 價格 貴了將近3倍 因為這1萬1千9 3萬1 2萬9千5 所以幾乎價差3倍 這是你要考量的 你要不要插電 還是你要接電池 再來 使用情境 你有幾個人 如果今天你只有一個人 我認為 冷氣 絕對是有效的 因為你一個人對著吹 直接出來風就是涼了 我覺得這有效 但是你如果希望有3、5個人 那一個客廳帳裡面 希望全部冷 抱歉 辦不到 我剛剛陽光下都不行 晚上可能可以 但是你一個人 其實我覺得小功率 是不錯的選擇 夏天露營必備 高海拔樹林溪流 那你如果沒有這些地方 天目必備 那如果還不行 行動冷氣 可以考慮 但是正中午 我建議你找樹櫻 大家天目比較快 這是我們測試的結果 希望你可以接受 期待未來有更好的科技 可以解決我們夏天露營問題 感謝收看 謝謝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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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